说完了本期的话题呢 又到了我们的投行仓单板块 照例我们还是要来看一下 过去这一周 每一个投行他们的做单情况 看看有哪些上了我们的 福音和福亏的排行榜吧 请看VCR 截至周五上午十点钟 福音排行方面 排在前三位的是 欧元对日郎长线多单 奥运对美元短线空单 以及美元对家园中线空单 其中巴克莱奥运对美元空单 是本周开仓 所以在周四美元开启反弹之后 该仓单的福音回调显著 而看似反方向的 法农银行每家空单是在上周一 也就是该货币队位于 1.3174高位时做空 随后美元持续下跌 本周后续的反弹 虽然缩小了仓单的福音空间 但依然没有触及 开仓时的水平线 福亏排行方面 位于后两位的 都是美元对日元空单 美联储加息预期强化之后 预计日元未来上行仍将受阻 不过美国政治风险 依然是很大的变数 我们从排行榜上 给大家选了两张 比较有代表性的仓单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是福音排行榜上 巴克莱银行的一张空单 巴克莱在周一的时候 它是挂单短线 做空了澳元兑美元 然后在周四的时候 又是昨天 它把这个目标止损 从0.7390下调到了0.7310 我们来看 它的开仓位是在哪呢 0.7313 止损位0.739 目标位是0.717 那刚刚我们也说了 它把这个 在昨天的时候 就把这个位置由一个调整 巴克莱呢 它是基于一个宏观基本面分析认为 本周全球央行会议上 向市场传递的信息 可能会进一步来佐证 美联储和澳洲联储之间 货币政策方向的一个背离 我们知道 美联储目前正在处于一个 加息的周期 对吧 那巴克莱呢 就建议做空澳元兑美元 到0.7170 也就是它现在的一个目标位了 也就是2016年12月的低点水平位附近 最初的止损位 它是设在了0.7390 盈亏比呢 是2.1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二张 第二张呢 是浮亏排行榜上的选择的一个仓单 每次我们在这个版过 都会给大家浮云浮亏都来讲一下 就是有一个正面的参考 也有一个反面的参考嘛 好 我们来说一下 澳新银行在7月23号的时候呢 中线做空了一个美元兑日元 截至本周五的10点钟呢 浮亏达到了46点 澳新银行在当时的分析认为啊 总共是有几个原因支撑日元走向 首先呢 是近三个月期间呢 美元兑日元的稳定波动率呢 是从上周有所上涨 但是考虑到接下来几周的风险因素 澳新银行认为 该波动率依然是处于一个比较较低的水平 我们来看一下 它当时的开仓位呢 是在110.96 之所谓在112.51 目标位是在107.01 其次呢 根据一个刚刚我们说到的估值预算哈 美元兑日元呢 出现逆转势头的风险 其实是在增大的 另外呢 目前的地缘政治因素 依旧是一个关注的焦点 那市场很可能会重燃一个担忧的情绪 最后呢 澳新银行认为说 日本央行呢 会在7月31号的会议上 调整QE 通过某种方式收紧货币政策 这些呢 这些政策都将进一步的去推动美元对日元的一个走低 不过后来我们也知道哈 日本央行7月会议的这个微调力度非常的温和啊 市场是略感失望 那加上美元指数进入到8月份以来 一度冲击到97的关口 之后呢 虽然有点点回落 但是相较于7月依然是处于一个高位 所以呢 澳新银行的这一张仓单啊 目前是处于一个浮亏的状态 好 那以上的点位呢 也是供大家参考哈 今天呢 这些就是给我们大家分享的一个投行仓单了 如果您想要看到更多的投行的一些仓单情况的话 也可以去我们的数据中心 那里会更加的全面 谢谢大家